设在嘉义县易烛乡的农村工业区,原来的构想是利用农村剩余的人力发展沿海农村加工事业,但是开发前没有考虑到将来产品运输的问题,以至目前工业区一片冷落,在庞大的工业区里只有几家工厂和零星的电厂工作在进行。 县长陈嘉雄在参观这所农村工业区之后认为,为了地方的发展和工业区的物竞体用,应该发动厂商前来设厂,这样正在研究中的南部爆竹区就应该是在这个工业区里面。